话说手机没电了可以立马充电 但身体电量高级了该怎么办呢 没错人体也有发电站 即线粒体 它应该是生物课本上的常课吧 简简单单两层膜 外层像个大棒子 内膜又弯弯曲曲 将所谓的机制包围在其中 关键还有自己的DNA 乍一看怎么和细菌这么像 巧了在很早之前科学家就曾判断 线粒体没准是由被细胞拖入的古细菌演化而来 大约在24亿年前 线粒体可能还是地球上自由生活的阿尔法变形菌 但某天它突然被一种具有吞噬能力的细胞给吞了 不过好在它很难消化就活了下来 在长期的共生过程中 宿主为它提供营养 而为了能心安理得的在里面安家 它也开始了永无休止的打工生活 最终演化成如今的样子 为细胞共能 虽然这个说法目前存在着许多争议 但下面这一点我们应该都能达成共识 即一个成年人的身体大概由60万亿个细胞组成 而细胞所需要的约95%的能量都来自于线粒体 在发电时线粒体内膜上的四种复合体 可以像水泵一样将质子从内膜迸送到外侧 从而形成新的质子电位差 接着质子会从浓度较高的膜肩侧 流向浓度较低的机质侧 并推着F1FOATP核酶不断转斗 在此过程中小马达每转一圈 就会有三个ADP被催化形成ATP ATP是我们的主要能量源 比如在大脑思考时为神经元功能 再或者促进肝脏代谢 以及影响着胚胎发育 如果进一步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线粒体是卵母细胞中含量最丰富的细胞器 并且参与着卵母细胞成熟受精及胚胎发育的全过程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遗憾的是线粒体也是会受伤的 大量研究表明线粒体在功能的过程中 会释放出大量养自由基 一般来说 它们会被一种叫辅酶Q10的脂溶性抗氧化剂给清除掉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辅酶Q10会逐渐减少 高龄女性抗氧化能力下降 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活性氧堆积 使线粒体的功能受到影响 看到这儿也不用慌 毕竟你还能适量补充点辅酶Q10 能够有效提高卵母细胞的质量 尤其对被孕的女性帮助特别大 并且经研究发现 与普通的氧化型辅酶Q10相比 还原型辅酶Q10在改善精子活力上也更加有效 我们都知道辅酶Q10是线粒体呼吸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它还参与了ATP的生产 它还能帮助心肌收缩 加快血液循环 有效减少偏头痛发作频率的 此外 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 你还会发现自己的皮肤显得更加年轻了 辅酶Q10能增加皮肤中透明质酸的浓度 提高肌肤含水量 防止皮肤受损 天线暗同样能够延缓皮肤衰老 我推荐这款健美生 Jameson小绿瓶五边形战士200毫克 里面的超级活性辅酶 就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的 还原型辅酶Q10 而健美生足足添加了200毫克的范醇 还有23毫克的烟纤岸 为啥叫五边形战士 因为它有高含量 高浓度 高溶解度 高吸收度 和高稳定性的五高特性 有这样的小绿瓶 还不快来试试